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看到二层圆桌会议厅顶部的灯具造型 以唐代玉器式样为主题 左右上下有四朵莲花 寓意着连年有余 体现出合作共赢的主题 这几天可谓全球目光聚焦千年古都西安 为期两天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 18日在西安市举行 这是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1年来 六国研手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 也是今年中国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17日下午至18日下午 习近平主席在西安 同中亚五国元首分别举行会谈 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已经达成 在梳理这两天的双面会谈新闻稿 和多份成果文件 我们发现 推动凝聚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框架下 加强友好伙伴关系 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领域 务事合作等被频频提及 而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上 安全 能源 经贸 农业 人文等 也都成为了高频词 那么在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上 我们也特别期待 进一步了解峰会的重要成果 主要决定主要证明 从美国有关系银下的问题 中文を向前陆遇争 股相关系 为主要决定主要 对于中国 的西 bundle 交易标减划 主要既有关系 就是以其他国家和中文减心的 亿争童多要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会很高兴看到结果的结果 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扩大产业与投资合作 推进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 支持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 支持高新技术合作 保障地区粮食安全 共同打造深度互补 高度共赢的合作新格局 此次峰会可以说是 以次内容丰富成果丰硕的峰会 我们了解到将以举办此次峰会为契机 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 每两年举办一次 轮流在中国和中亚国家举办 那下次峰会就将于2025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 峰会闭幕我们也从西安出发 相信中国将携手中亚国家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 持续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